新北市教育局在11月份的资讯课教越和淡江大学共同合作 推出了行动化学车巡回活动 之前最后一站是来到了神坑国中 活动团队是将科学实作和理化课程共同做结合 并且让学生亲手做实验 利用界面活性剂、酸碱变化还有胶帘反应等原理 让学生轻松的了解科学的奥妙和乐趣 捞起了水盆内的七彩小蝌豆 深坑国中的同学在淡江大学行动化学车团队的指导下 利用化学的交连作用原理 让罐子里充满了五彩缤纷的小蝌豆 这是新北市教育局在11月份科学教育系列活动中的一项活动 透过了行动化学车的巡回 让学生对科学燃起兴趣 充分地应用化学的知识、化学的概念 好好的来做一个实验 好好的做一个实验 让学校里面的课程跟我们的实验能够相互来结合 同时透过这种实作的课程 能够让我们同学们能够更喜欢化学 除了有淡江大学的学校资源 像是民间企业台向、默克光电设计等等 在这次的巡回活动中也加入了行列 我们邀请了大概有十位左右的化学专家 会将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化学的知识归纳整理 我们希望能够让各位同学了解化学跟你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紧密的结合 借由实际动手做做看 亲自调配药品并操作器材 利用界面活性剂、酸碱变化、胶帘反应等基本化学原理 让学生在轻松学习化学知识 体验到化学的奥妙与趣味 还蛮好玩的 我们能够在之前会觉得化学是有趣的 我们应该是算比较没有这么喜欢 但是觉得接触到还蛮好玩的 透过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化学越有趣了 然后让我很想从事这种化学的实验 今年的新北咨询科技教育院 行动化学车巡回活动 一共巡回了新北市28所国中 明年则将继续增加巡回站点 并且由万里国中启程 落实生活就是科学 科学就是生活的教育本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生坑采访报道